在二零一八年雅加達亞運 喬伊是首次列入到亞運的 正式項目 而今年在中國舉辦的杭州亞運 觀眾朋友們同樣也會再度 看到喬白選手 在排桌上鬥智鬥友的身影 而本屆中華隊也將派出 吳明軒 宋浩宜 陳瑩壽為首 總計十九名的喬伊高手 潛進杭州 而對於這次具有亞運大賽 經驗選手 占了一半的這種名單 教練團一致認為 坐三望二是最合力的期待 但同時也有機會 板倒強敵中國 扣關金牌 實際的用實力來講 我們大概就是坐三望二搶第一 最近有一個亞運的 去年半個亞運的會前賽 我們整個是亞洲的國家 這樣來打一個循環 結果我們跟大陸隊 打兩次 兩次我們都打贏 所以其實我們以目前的 最近的戰績來說 我們是領先的 所以我們也不放棄說 應該是有金牌的機會 但就是努力 亞運會前的前哨戰 虎獨不少給足了中華橋牌隊 更多底氣面對眼前的強敵 然而在牌桌上 除了邏輯智力的斡旋之外 經驗更是個相當現實的決勝因素 頂級選手之間的差距 也時常在經驗值的分毫之間 但今年中華隊 就是有那麼一位選手 年僅二十二歲 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 以及大賽經驗 但卻對橋牌始終有著 難以解釋的執著與渴望 而他就是負責本屆 喬意混合團體項目的陳冠宣 在兩年前選拔的時候 我就就是蠻想要選上的 因為四年前我也是想要當 但那時候我知道我實力不足 所以再過了四年 我覺得我也在其中準備了很多 所以我其實是勢在必得的感覺 就是我很想要很想要選上 所以我也是拼盡全力在那個選拔期間 九個月期間拼盡的全力 因為我知道我最年輕 然後可能經驗上比較不足 所以我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還好最後結果還蠻不錯的 扛著課業以及國手選拔的壓力 陳冠宣不但是挺了過來 更是有了相當豐碩的收穫 目前不但就讀 台灣頂尖學府的交通大學 更趕上了今年的杭州亞運 圓了自己的國手夢 聽起來相當浪漫 然而卻也是現實的縮影 因為絕大多數的選手 都不是全職牌手 更多的時候 得要在制度不完善的橋牌 以及現實世界中互相拉扯 如同大海撈針般的 找到生活與國手間的平衡點 大家都不是 我們這隊裡面 也不是所有人 都是職業橋牌選手 所以籌備期比較長 當然大家就會有 比較多的心理準備 但如果籌備期比較密集的時候 其實是會稍稍微影響到 有些人的工作 所以訓練起來 譬如說 以前叫我們住在走營什麼 都完全格格不入 我們都覺得就是說很多 就真的要配合狀況 除非說台灣有很好的職業制度 譬如說你只要錄影國手 你終身這樣子 你實力住行 家庭都不用就安心 類企業這樣子的話 那確實是比較好 以目前來講 還沒有這個條件這樣子 我們是用這樣的生態 就是病重 家庭工作 還有打愛病重的方式進行 運動項目的不同 以及並非全職投入的環境 或許讓橋排選手 始終和競技運動的體育選手 有些不同 然而他們犧牲時間 家庭以及工作 換來站上亞運舞台的光榮瞬間 說明了他們對於體育最高電堂的憧憬 和其他人沒有不同 就期許他們屆時 能傳來多拍捷報 讓所有人看見橋排選手們的實力 以及對生活理想不屈不撓的 奮戰精神吧 YT台專題報導